敌有不分 更不能够接受守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陆军官校百年消息活动 总统赖清德汉化 绝不接受守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让前总统马英九又剪刀枪 马英九办公室新闻稿 以人民要避战总统 不是引战总统为题 不仅批评赖清德倾向寻求战争 还强调守战及中战的说法 是前总统蔡英文 任内的国防政策研究院报告 指出解放军打仗求胜的战略目标 所以赖总统是指责蔡总统时期的 研究是投降主义吗 赖清德总统从头到尾都没有引战 他所呈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如果你去认真看当时国防部报告 还发了声明澄清 是引用中国他们的判断 认为守战及中战 引用但不代表国防部的立场 面对马犯指控 民进党跳出来反击 根本是误会国防院的分析报告 摊开2022年的国防院报告内文 上面明确写出 中国强调守战及决战 让美军未到战事已定 当时国防院也发声明强调 整体语义是说明 中国解放军的战略指导 并非预测战事结果 马英九办公室云木混珠式 他引用了中国守战及中战的说法之后 呼应了守战及中战的说法 甚至还进一步说 美军不会来帮忙台湾 这就是投降主义 知不支持国军 知不支持我们应该要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才是马英九办公室 应该要回答的问题 不要再用中国的论述 假装这不是他的论述 绿运投匹马办根本断章取义 喊话别再套用中国论述 对台湾进行 大婉璇 每天选走的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 民事新闻台